大家好,今天是2020年10月10日,今天講一下佩洛西,其實他就不是很適合戴這個豬鏈的,為什麼呢? 因為那些豬鏈又圓又潤,但是他抄皮的,你帶這樣的東西會形成強烈的對比,不過不是說這件事,特朗普最近也不是最近的,但我覺得非常巧合,他一直都說這個Lancy Pelosi,他改了個名字,就叫Crazy Nancy,但其實我覺得,你就這樣改個名字,做Crazy Pelosi就可以了,那就可以無凡凡接,是無凡凡接,就是那個名字, Crazy Pelosi,那事緣做些什麼呢?就是最近,你知道這個奧巴馬們,希拉里們就罵得沸沸騰騰,有傳特朗普就要求蓬佩奧去解密希拉里裡面,所有的以前在國務卿那裏,為流下來的那些email,就是他之前就用過程式洗走那些email,各樣的,但是總會有些蛛絲馬跡的,再加上蓬佩奧,不知道是不是特朗普特別,擺進去的一條針來的,為什麼呢? 因為其實蓬佩奧以前都做過鍾情局的嘛,那可能呢,不著聲色的時候,已經掌握著所有希拉里的罪證了喔,即是特朗普經常都說的嘛,要Jail了的,兩條友仔,一個就是奧巴馬,一個就是希拉里,憑悲為奸,那不知道會不會成功啦,又好坦白啦,你搞了幾年,在那裏不斷騷擾個總統呢,在那裏又說通俄門,通烏門,搞來搞去, 即是他比克林頓那時候還差,克林頓那時候就真是自己糟糕啊,罪證確鑿,鐵證如山,但是呢,特朗普你找來找去,這幾年你都找不出實質的證據,其實一直都不明白的喔,人搞你,你搞人很正常啦,但是特朗普一直都沒有什麼動作表示的喔, 其實你就應該去拘捕這個Crazy Pelosi啦,還有呢,你發覺最近不知道是不是狗急跳牆啊,即是無論是Crazy Pelosi啦,又或者是民主黨那些廣告啦,都有種,即是西游記裡面呢,那些妖精現身啊,的那種感覺的喔,即是好像被人照完八卦鏡之後呢,嘩,原本就人樣的,跟著那些竹鬍啊,那幾隻腳啊,嘩,全部,再加上一隻翼啦,爆了出來,跟著不知道會不會是痴,飛走了的啊,那最近Crazy Pelosi做些什麼呢, 他就提議啊,引用憲法修正案第25條,去解除這個特朗普的職務,那其實憲法修正案第25條來講呢,沒有改錯名喔,真是25喔,那為什麼會有25,即是經常講25仔25仔嘛,為什麼會有25這個term出現呢,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,我就沒有考證過,但是我覺得就是講緊呢,如果你有10份東西的話,5份就A那邊,5份就B那邊,所以就叫做25啦,也就是說,這個人的忠誠不是8份, 那之所以走得這麼急,啊,有機會就是因為啊,特朗普,其實民主黨那些人都害怕的啊,他們害怕呢,在總統大選之前啊,這個特朗普無所不用其極的時候,嘩,會不會真的爆了些東西出來的啊,但是就算爆了些東西出來,應該都不關Nancy的啊,除非他有份的啊,那就不知道是不是互主心切啊,又或者啊,這件事絕對是跟拜登有關,因為那時候奧巴馬時代拜登是副手來的嘛,又甚至乎,可能整個民主黨的內閣, 都是有份在裡面的啊,無怪乎,無論是司法部長巴爾,又或者蓬佩奧啊,都未敢輕舉妄動,因為特朗普要求的是什麼啊,他要求當日那些email呢,就是好像要求831那樣啊,要求所有的email,一字不展,全部公開,喂,一字不展,全部公開的時候呢,這個有問題了,為什麼有問題呢,因為裡面來說呢,你是令到很多人的政治資產啊,會受到損害的啊,無怪乎Lancy Pelosi呢, 狗急跳牆動起條尾,不斷追咬這個特朗普啊,哈,很簡單的嘛,就算他不是身有史啊,你如果完全disclose了所有的email的話呢,那可能當中,他們交談的時候,說過一些很衰很衰的東西,就是可能在那裏側啊,特朗普,經常的啦,他們,那但是呢,你是會令到他們那個政治形象受損的嘛,那所以其實呢,真正那個十月驚奇啊,就不在於,希拉里或者奧巴馬,有沒有真正的 那樣,去做過一些對不起美國人民的事啊,而是說的,如果啊,你一字不展地將那些email公開了的話呢,是會影響很多人的政治生命,政治前途的,就是沒有想過,嘩,這麼噁心都可以的啊,那個人,但是又是無稽的,因為特朗普都說了啦,他出院的時候都說了,自己比起二十年前的自己啊,今下子,他是覺得自己的身體更加強壯,更加健康的嘛,人家總統一早已經說了啦,再加上那些醫生都說了,特朗普是完全有能力, 繼續履行職務的嘛,如果不是,都不會批他出院啦,你當日啊,這個二五法案,是幾時動用過出來啊,就是1967年,甘乃迪出事那時候,啊,講起甘乃迪,就是那些人都怕的,擔心特朗普的安危,因為有傳說他要怎樣啊,disclose了甘乃迪當日啊,那個file啊,非常敏感啊,因為甘乃迪這個,當日遭到襲擊這個案件呢,裡面錯綜複雜的情節啊,可以這樣跟你說,有隻invisible hand在這個 這個白宮裡面呢,將所有的聲音都蓋低了的,嘩,是完全猜不到美國都會發生這樣的事情,是跟你滅聲啊,在一個民主政制的國家那裡滅聲啊,就是查這個又查不到,錄音又找不到,閉路電視又無緣無故可以壞這幾個,總之就完全是新有史的表現來的,黎克遜當日啊,水門事件,有段錄音無緣無故沒有了,都已經令到人非常之詫異啦,那甘乃迪那件事啊,所有東西都查不到的時候,你都會有些人繼續追查, 就算是整個總統不見了啊,那中情局當然要做事交報告啦,那如果你真是disclose個file出來的時候啊,你可能會發現美國的一個驚天大秘密的啊,那所以啊,嘩,如果特朗普真是可以disclose到甘乃迪那個file的話呢,很多人就認為,因為美國總統有個宿命的,就是每60年的時候呢,好像都會有個總統乃迪的,第一任就是林肯啊,又是任內消失了,第二任就是甘乃迪,那些人就在想緊啊,60年一個甲子,這次會不會 是特朗普呢,就是萬一他上位啊,嘩,如果不是就拜登的了啊,那跟著又是認了一個宿命,那然後就賀錦麗的了啊,嘩,不堪想像啊,就是其實賀錦麗是何許人也呢,那你就要,如果對他有個認識的話呢,那我做過這樣的比喻啦,他可以說是美國的容凱恩來的,就是最大的政績就是在四年之間生了個兒子,那還有啊,就是他的座右銘啦,在立法會我認為不應該說那麼多政治咯,而賀錦麗能夠坐上這個美國 美國總統寶座,啊,你就可想而知啦,就是倘若容可欣啊,容可欣還是容可欣啊,總之那隻這樣的容媽媽呢,登上了香港的特首寶座會是一個什麼的光景呢?那當然,他已經成為西環的棄子的啦,不是那些啊,就是做棄子的那些啊,棄子佬啊嘛,棄子就無情,他的棄子就沒得做啦,但是呢,在一個非法的,臨時立法會裡面,充當一年任期的議員呢,都還可以的,就是一年之後啊,他搞那個,喂, 很多人說什麼大灣區投票,不是大灣區啊,他研究開放的城市是包括北京上海各地的啊,是不單止開放大灣區的啊,你要留意這件事,到其時啊,你在中國裡面,你雲南都可以投票啊,但是呢,就不知為什麼你在台灣啊,外國那些地方,即使你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都沒得投票的啊,喂,那就是一個外來的政權,在這裡控制住香港,所以知道投票這件事啊,是說那些市民選一些人出來代表自己,去好好地, 那管好一個城市啊,那你現在選的那些人啊,他們都不在那裡住的啊,那如果你用一個叫土生土長的概念,那理論上,即是有connection啊,有實質的聯繫啊,你無論是加拿大啊,又或者是英國,他看你用不需要交稅各樣的時候啊,都看你跟那個地方的人來講,有沒有一個實質聯繫的啊,那如果你用一個叫做實質聯繫概念啊,喂,外國那些都是土生土長香港人而已,那為什麼你又不讓人投票呢? 不過,即是你都可想而知啦,一年之後啊,泛民就會招聲匿跡的啦,你想一下,他們啊,都只不過是擺下來做多一年的花瓶而已嘛,一年之後,人家喜歡怎樣控制選舉就怎樣控制選舉啦,有大把的時間去安插,安排,調整,無論是投票的系統,投票的來源,都為他所掌控的時候啊,這個投票機制基本上就已經是沒有用的啦,是一個代表不了人民聲音的投票來的嘛,你說不是啊,我們都 我們都還有得投票,在統計學上面呢,我們有一件事叫做confidence level的,即是可信區間,他連可信區間都跌出了的時候,那就是不可信咯,一個這樣的地方,就會不斷地繼續啊,被人家盤剝下去,不斷地赤髮啊,建的東西呢,就不會是為居民服務的,甚至乎啊,即是你這幾年都見識過的了,領教過的了,即是那些電梯啊,無緣無故又會故障啊,得閒的那些梯呢,又爆螺絲啊,甚至乎啊, 聞所未聞的哦,無緣無故那電梯動一聲,失控都可以的咯,一個越來越不安全的城市啊,你不單止香港的,說回美國,其實美國是一樣樣的嘛,他是進了很多非美國本土的居民下去,而且那些人呢,進到去,未必做事的哦,純粹就騙飲、騙食、騙福利,而他裡面就有crazy Pelosi等等的民主黨人,不斷地推出這些福利政策,然後去收買選票嘛,不過呢,拜登又是令我拗爆頭的,即是一向來講呢,民主黨都是派福利的嘛,但是 但是拜登呢,就說要加稅哦,那沒有的,又是那樣東西咯,無產階級大革命啊,你令到全美國的人窮了的時候,窮人多過富貴的人,那之後未必好事來的哦,因為啊,資本主義社會,一個不好處,就是會產生貧富懸殊啦,那但是貧富懸殊,是說你富有那個人,和窮困那個人,都一起富裕起來的嘛,雖然貧富懸殊就越來越厲害,但是窮人的生活都得到保障的嘛,那但是現在他不是哦,很明顯,拜登就是 就是針對那些,你不要說有錢佬啊,有錢佬完全可以避稅,之前我都講過很多集,就關於啊,在民主黨底下,你會見到越來越多的法規的嘛,而這些法規呢,有能力的人,有關係的人,全部都可以避過這些,這樣的稅務規定各樣的嘛,於是他們都不是交很多稅而已哦,但是最慘的是哪些人呢,就是國家的骨幹啦,哪些是國家的骨幹啦,就是那些中產階級啦,專業人士啦,哇,窮到洞窮到窮啊,奧巴馬Care不是就是一個這樣的產物, 你不斷向這個中產開刀,結果反而令到美國啊,的中堅力量,被人剝削桌盡,整個美國烏煙瘴氣,最後全部都是無產階級的時候啊,你想個社會安寧都難啦,那所以啊,Crazy Pelosi,你不知道的啊,可能之前那些電郵呢,和希拉里在那裡打情罵俏,那他既然啊,禁不上那些電郵公開的時候,就緊急地推出了這條第25條咯,哇,大哥,那幫人玩夠了沒有啊,又通俄門又通烏門,然後啊,特朗普 那麼浪漫地跳了出來的時候,又說人未醫好啊,一波未平,一波又起,所以特朗普說得對的,他說這個Lancy Pelosi呢,是crazy的,而且啊,認為這個Lancy Pelosi,才是,應該,被人捉入院去觀察那個人來的,那到底他有沒有可能,能夠用這條這樣的25法案,將特朗普拉下來呢?目前來講,就沒有什麼可能,但是不排除,他是跑去Polo的咯,什麼叫Polo啊?你知道啦,10月什麼都有可能發生,這次特朗普就說, 幸好從鬼門關走出來而已,但是不排除之後啊,特朗普,蓬佩奧,還有這個彭斯,都可能被人暗算成功的咯,如果是這樣,就由這個特朗普的死對頭Lancy Pelosi執政?嘩,到時候,他就可以繼續去他的避暑山莊裡面吃Ice Cream了,還有啊,可以抽出之前呢,他出發的時候啊,沒有戴口罩,被人告密,啊,捉回那個人出來,美國也是的,還不拘捕這個人等什麼時候呢? 知馬超知心的咯,已經是,那不知道啦,可能即使是路人皆見,在美國的憲法裡面呢,都是容許所有的居民,可以學似這個Lancy Pelosi一樣,這麼crazy啊,所以都是那句,美國只是子老虎,也就是啦,既然呢,都做到這麼出面的時候,美國的人民就很應該好好學習普通話,不應該在那裡吊兒郎當那樣,啊,常常在那裡講些英文,學習英文,所以知道大趨勢底下,將來,美國也會被赤化, 還有啊,都會奉行這個社會主義的,既是如此啦,贏在起跑線啊嘛,所以早點學習普通話,早點熟悉國情,早點組織美國的少仙隊,不用到時啊,拿手不成勢啊嘛,好,今天講到這裡